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转眼我们好像就要毕业了 回想起在薛玛丽度过的这些时光 你们觉得什么是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呢 我觉得学校老师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我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就感觉 学校老师都特别的好 然后为我有很多的指导 而且就感觉跟个大家庭一样 看见这些老师觉得特别的温暖 学校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多不同等级的课程 然后这些老师都是毕业于顶尖学校 为我们进行教学 所以就真的学到了很多 从课内但是也课外都需要学到的东西 然后我们学校还会给我们安排 这个一个老师为我们进行生活和课程上面的指导 这个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 并且这个老师一般就像我们自己家里人一样 什么事情都会向他倾诉 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学顾问 我从九年级开始呢 我就觉得大学顾问就是帮我们找到自己适合的学校 最后申请到哪里 但是其实大学顾问就能会帮助我们找到我们自己最想干什么 告诉我们以后人生的方向就是帮我们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对我来说呢 学校提供给我很多机会培养我的领导力和实现自我价值 比如说我现在在领导一个科学知识竞赛小组 每一年我都有机会带领同学们参加知识竞赛和其他的高中进行比拼 而且我还是司法小组的一年 而且我还是司法小组的一员 每一年我们会帮助同学学习我们学校的诚信守则 而且会策划很多的活动的学校 而且对于自我自身价值的提高 而且我之前在中国弹了很多钢琴 但是我没有机会去真实表演 而且自己非常的胆小 但是在这个学校呢 学校给我很多机会 进行每一年都有三四次的表演机会 而且还去外面参加比赛 我现在特别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 而且变得更开往和更一点都不胆怯了 而且学校每一年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机会 来去听各个成功人士进行演讲 开阔我们的眼界 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我特别同意你们说的 当初我在学校的官网上看到学校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学校怎么能够这么漂亮呢 等到我真正来到这个学校 我才发现学校其实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福利 因为我们学校坐落在罗里的市中心 所以周边会有许多的场所 给我们提供大量的实习机会 还会有许多娱乐的场所 来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图宽我们的视野 而且学校也为我们真的是亲近了全力 让国际生能够更好地融入 在当地的生活文化和习惯 学校时不时呢 会组织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 来亲近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 朋友之间的关系 也将学习到了很多的小技能 而且呢 每个宿舍楼都会配备有专门的老师 来引导我们的生活 给我们进行学习上的指导 也其次确保了我们生活的安全 我觉得通过这些你的经历 我变得更加自主 更加独立了 这么回想起来 我们以后毕业以后 真的会特别地想念这个学习 如果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你们还会选择圣马力吗 当然了 我爱莠森丽 我爱莠森丽